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恩 在上期视频中我带大家参观了 停泊在涅瓦河畔的阿富罗尔号巡洋舰 说实话不光是大家 我在做那期视频的同时 也学到了很多关于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历史知识 然而我在圣彼得堡的旅行才刚刚开始 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打卡这座城市 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地标 彼得保罗要塞 圣彼得堡的冬季白天很短 每天上午10点过天亮 下午还不到4点天就黑了 所以对于拍视频的我们来讲真的非常苦恼 每去一个地方都得抓紧时间玩 抓紧时间拍摄 和去阿富罗尔号巡洋舰一样 你可以坐地铁先到高尔基站 然后从这里出发 步行来到彼得保罗要塞 这个地方在地图中实际上是一个小岛屿 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 富字岛 在瑞典统治时期也曾被称为快乐岛 原来的名字挺有意思的 大家慢慢品味 虽然它是一个岛屿 但是并不需要用船登陆 走过一个小桥就可以了 好 我现在就在那个兔子岛的岛上了 我看一下我们在哪个位置 我们现在在那个位置 这个岛其实还挺大的 进入兔子岛后可以在大门左手边的大厅买票 这里要注意的是彼得保罗要塞的门票是分成很多部分的 你可以单独购买也可以购买套票 好了 我现在把那个票买好了 两张750的票 一张就是一个人是750 然后里面包含了 彼得保罗大教堂 监狱 城市历史展 彼得保罗要塞历史展 太空探索于火箭技术博物馆 科学技术博物馆 陶瓷博物馆 是个连票 750的卢布 长这样 两张票 如果大家来这边时间如果比较紧的话 不够的话 大家可以花550卢布 哪一个 就只买一个单独的彼得保罗大教堂的一个票 这个我们是个连票 750所以这个是最划算的 如果你时间不够可以少花200卢布 然后就买一个550的那个 走吧 没错 与其花550卢布单独买彼得保罗教堂的门票 还不如填个200卢布买全岛的套票 更多关于门票的信息 大家可以登陆屏幕上方的官网查询 搞定之后 我们第一个打卡的地方是彼得保罗要塞的城墙 但是这里还要注意 登上城墙的观景票还是需要单独购买 刚才买的套票里是不包含的 票价是350卢布 哇塞 大的烘热 登上城墙后 你可以获得一个非常好的视野来眺望聂瓦河对岸 可圣彼得保的冬天就算不下去也真的很冷 在这样的高处又没有房屋来挡风 完全就是把自己暴露在寒风中 整的我摘掉手套拍整张照片 手都能动得没知觉 所以我根本没法在这里停留太久 哇塞 这个相当于是挺好的 那个四周上面一个高的地方可以看岛的外面 就是涅瓦河 对 就挺漂亮 太冷了 这个门风里吹过了 大呼吸 太冷了 大呼吸 哎呦 哎呦 我上面把我包着 包着是吗 包着 上面薄了 长头脸了 不是雪 是薄着 下包着 下包着 下包着了 下冰毛了 哦 好疯 这得疼啊 下包着了 下包着了 快包 快包 哦 彼得保罗要塞于1703年 由彼得大帝在这个兔子岛上奠基 与圣彼得保子都城市同龄 要塞最初是作为俄国同瑞典进行北方战争的前少帝而被创造的 后来则改成了关押政治犯的监狱 众多历史名人例如托斯托伊夫斯基和高尔基等都曾被囚禁于此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是岛上最核心的一个景点 彼得保罗大教堂 也就是前面说到的单独买票要550卢布的那个教堂 它和整个要塞一样都诞生于1703年 是圣彼得保最古老的教堂 它外表庄严树木 内部装饰富丽堂皇 主要以鲜亮的金色为基调 其实这样的教堂在俄罗斯甚至整个欧洲比比皆是 而为什么这里会吸引那么多的游客前来呢 其主要原因是这里埋葬着彼得大帝到亚利桑大三世的俄国历代沙皇 并且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的尼孩也于1998年安葬于此 从彼得保罗教堂出来后我们去了要塞中著名的聂瓦门 从这个门出去就是壮丽的聂瓦河 因为当时关押在要塞的死囚都是从这个码头登船然后被送往刑场 所以聂瓦门也被称作死亡之门 可能是当天的天气不太好 很灰暗 并且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 再结合门内的整座要塞 它让我联想到了一部好莱坞的经典悬疑电影《禁闭岛》的内容 如果说电影里的岛是假的监狱的话 而这个兔子岛则是一座巨大的真正的监狱 特别是当我了解了一些关于它的历史之后我才明白 这里曾经代表的是囚禁 斗争 压迫 以及死亡 所以彼得保罗要塞给我的印象是灰色的 好了 这就是本期故事的全部内容 因为我们买的套票中还包含了岛上的很多景点 所以我们后来也去了剩下的几个展览 其中圣彼得堡城市历史展还挺值得一看 但是在这儿呢小恩就不讲了 有机会你来到这里慢慢体会吧 OK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